為何要宿便一筆清的物凸呢? 是源於農曆新年的前後 其實很多貨板說要寄下來給我 誰知道疫情的關係 他們辭了復工 然後即使復工 運輸都不送下來香港 即是信封都不送 後來我借了朋友的集運服務 把幾間東西放在那裡 然後終於早兩天 就全部一次過送下來香港給我 那一下收到這麼多隻耳機 那一下真的好像清了宿便 那我由這邊先說 這隻好像叫君子 它自己叫君子耳機 它的型號是君子 還是牌子是君子 我都不記得了 但是純粹因為我覺得它很漂亮 那些物料又好像不錯 很Smooth 各樣東西很Smooth 然後 雲石紋 有個中文字 君字 各樣東西都有些設計 所以就拿了下來 但是有一件事是 它是給錯了我 就是我說要CIEM 兩腳插 它給了MMCX 那都沒有很緊要的 我都可以有那些線可以試 很漂亮 這對是 這對不是這裡最貴的 我還想說這對是這裡最貴 不是 這對才是最貴的 這對就是跟NX7 Pro 同一間廠 但是高階一點的東西 它的型號是F3 那不是NX7 Pro的升級版 因為其實單元設計 各樣東西都不同的 然後是全金屬的外殼 又是很帥仔的 全銀色的 那這隻又可以聽一下 現在 它是要過千塊的 這隻是要過千塊的 這隻就接近一千 這隻過了一千 那這邊就是 走平價路線的TRN TRN我這裡有四款的耳機 不要以為小盒那些是便宜的 越大盒那些越便宜 越小盒那些就越貴 但是說最貴的那些 都是三塊多水 那這裡有幾隻 那還沒拿去聽的 但是呢 其實那個包裝 是有少少 響差人意的 就是你會覺得 咦 那些包裝這麼沒有預算 我會嘗試去 聽一下它 看看桌上 有沒有任何一個產品 是有一些設計的特點 就是 最重要 就是有些事情做得不好 不要緊 但是一定要有些事情做得很突出 那無論你的定價也好 就是譬如性價比也好 你做到很貴 但是很好聽也好 你做到很便宜合格也好 樣子特別也好 聲音特別也好 最重要我覺得 設計產品 就一定要需要有些特色 那才可能 起到你的客人 那我接下來就會 聽聽桌面上的不同的產品 如果有特色的 再拍片給大家看